大家好,我是真实军 先问你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 假如让你带着现有的意识 穿越回二战时期的中国 你会满腔热血的去当抗击外族的国军吗? 还是会当一个实时务者 为俊杰的伪军? 不要急着回答 因为你对二战时期的中国和日本 可能只停留在电影电视剧 及某些热血沸腾的历史中 当你了解完真实的过去后 你会有不同的看法 虽然这是个伪命题 但我们不得不自残行货的讲 二战时期的中国 以中国人为主的伪军 是远远高于日本人为主的日军的 日本投降的时候 在华日军也不过百万 而伪军却高达两百多万 这还不包括那些所谓 维持会 后勤运输队等等 所以真实数量的汉奸 可能更令人沉默结舌 关于汉奸这种情况 二战时期的每个国家 都是有的 像韩国的韩奸 法国的法奸 但像中国这样 数倍于外扣的韩奸 在二战时期 各国还真是独自一份 那为什么会出现 这么多的伪军 韩奸呢 是当时的百姓 真的没有估计吗 首先我们不能以现有的意识 来评判当初他们的选择 因为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影响 让当时的老百姓 大多只知道家 不知道国 我们现在也称之为家国意识 有国才有家 但这在当时是模糊 甚至空白的 在他们的视角中 爱新觉罗来了 他们是当差的 蒋介石来了 他们也是当差的 日本人来了 还是当差罢了 对于他们来讲 只想混口饭吃 主人是谁无所谓 养活自己和家人才最重要 典型的有家无国印象 但从历史角度来讲 不得不承认 有家无国在中国 是一项文化传统 各种原因就在于 中国历代统治者 把江山设计私有化了 国是他们的私有财产 他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权贵们把持国家政权 随心所欲的枪取豪夺 而绝大多数平民百姓 虽然是国家财富的创造者 是赋税和劳益的主要来源 却没有丝毫话语权 甚至自身的财产 与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 这个国家 统治者的是非 只是国家的是非 而属于平民的真实世界 只能压缩在自己 狭小的柴源中 长期以往 他们必然对国家产生冷漠 而专注于自己的一目三分地 既然谁当皇帝都交税 谁来做天下 自己都是小老百姓 所以他们并不在乎谁当政 在乎的只是自身的衣食冷暖 所谓国事 完全是统治者的家务史 与小民合干 既然给谁干都一样 那么值得为保住别人的大宅院 拼死拼活吗 不就是换个主子老板吗 虽然民国的建立 使华夏民族史无前例的 接触到了民权 但北洋政府长期的内耗 国民政府的婴儿不雄 再次令民众百姓 产生了对国家的疏离感 各大军阀 政治集团们出卖国家利益 寻求外援互相残杀 穷苦人家的孩子参军 不是被抓壮丁 就是为了当兵吃粮 还有一些 有奶便是娘的流氓无赖 混迹其中 这样的军队就像 不用兵 杂派军 改其意志是家常便反 能有多少对国家的责任感呢 在清华日军里 一位专门负责策反中国人的间谍 三天五一 他有一段这样描述 当时中国人心态的 从我们对当地居民的观察来看 他们对宪政权 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 他们常常说这样的话 卢永祥时代我们要吃饭 孙传芳时代我们也要吃饭 蒋介石时代我们还是要吃饭 日本人来了 我们仍然要这样 所以抗战时期 中国出了这么多汉奸 尤其是底层伪军 现在看来 他们的行为固然可悲可逼 但背后深层的历史和时代特征 也应给予他们多一点谅解 国家拨拿国民当人 你凭什么让国民跟你同仇敌开 所以在了解完当时的历史背景 和人们的真实心态后 我们再回到上面的问题 如果是一群新时代的我们 穿越回去 去做汉奸伪军的人又有多少呢 不敢说一个都没有 但一定是极少数一小撮人 会使食物者为俊杰 因为中国人民自建国以来 在第一代领导人的努力下 已经完成了意识形态的转变 从孙中山先生的 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 倒较远自信的说出 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 是惹不得的 如果惹翻了 是不好办的 这其中对于整体国民内心 已经做出了形象的阐述 有人说 最开始的人民公社 大约禁运动 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 但不能否认的是 同时它也给我们带来了 近千年华夏大地上 从未有过的人民大团结景象 想夜不庇护 路不时宜 这些你放在民国时期 或者晚清 是想都不敢想的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都很佩服教员 因为他做的 不仅仅结束了中国上百年的内乱 还不停地对人民的思想意识 在做改造 人民心里对于家国的理念 从那时期便已经在农芽壮大 从民族统一到我们今的新时代 几十年的发展 不仅仅丰富了我们的衣食住行 还充盈了我们对于国家的热爱 可能我们自己都没有发现 自己正在改变 像1999年 兰斯拉夫大使馆被轰炸 如果换作是以前 普通百姓可能会觉得 这只是统治者的事 但事实却是 这让当时的每个中国人 都觉得愤慨 沉痛 连大字不舍不嚷嚷着 要给牺牲的中国人报仇 再比如2010年的钓鱼岛事件 让整个社会都掀起了 抵制日货的浪潮 人们上街抗议拉横幅声讨 纷纷用自己的方式 来维护自己的国家 还有 车展上就因为一只冰淇淋 被主办方区别对待 主办方就遭到全网声讨的壮观迹象 而这些不正是新时代下的 我们所展现的家国情怀 说了这么多 你可能会认为我跑题了 并不是 我想向你解释 我开始所说的 假如让你带着现在意识 回到二战 这里面的现在意识 因为当下的意识存在 是不允许做出 背叛国家民族的事来的 也许你可能会在评论区里 开玩笑说你会 但相信我 真是回到了过去 让你做抉择的时候 你心里的这种家国情怀 爱国意识 一定会坚定的对你说 No的 好了 我是真实君 只讲真实的历史 如果你听完有所得 不妨点赞关注 咱们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